是对合同有什么疑问吗 是对合同有什么疑问吗 我现在也不能签约 来 你们先到人事部去报到吧 谢谢大冯先生 谢谢大冯先生 你还能签约吗 三千人来应聘 最后选择了你们三位 既然通过了 而且你也坐在这儿了 就应该要履行下一步 谢谢大冯先生 谢谢更好 好 deficits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那个糖果真有点狂啊 刚开始面试的时候 我觉得她特别聪明 聪明的人有很多 但是像她这样一个女孩这么狂 真有点夸张 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梦想着能来江车 现在我终于来了 心里感觉平静了很多 离开校园生活 你就不会有点惆怅吗 相约十年一聚 然后就挥手作别了 惆怅倒是有一点 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她已经又不是见不到了 你倒是洒脱 我就不行了 我女朋友哭了呀 我都烦了 她觉得我要把她给甩了 搞笑不 你有女朋友啊 那不是很正常吗 上大学的时候谈谈恋爱 是啊 我跟她是大学同学 行啊你 边读书边就把恋爱给谈了 你大学四年就没谈过恋爱吗 我啊 我没有 大学那么忙 光故事学习了 谁有时间找女朋友啊 林工好 天忆 对不起啊 是我没跟你谈过 师傅说得对 个人恩怨是私事 不能影响工作 主要问题还是在我 总监 您找我 把这个合同送去人事部 好嘞 年纪者 你今天有时间吗 我请你吃个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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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跟我开玩笑 给我起了个绰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手我只能改让 Meyer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连接定 手 卡 턴 辣しい 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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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期我就下定决心 不管以后怎么样 我都要尽力地保护好真意 也正是因为有他们在 在小时候热热闹闹地围在我身边 那段难熬的日子让我 好像变得也没有那么难 你知道我在感情上面特别迟钝 所以我一直没有 察觉到真一对我的感情 也不知道李延峰喜欢林真一 所以现在的情况 真的让我很惶恐 我很害怕处理不好这段关系 伤害到他们 不会 你看上去迟钝 但其实你比所有人都温柔 你原本一直封闭你自己 却为了让我理解你的想法 不惜借开自己的伤疤 来让我帮你找到 不伤害他的办法 其实我是想 请你基于一个女孩子的角度 来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比爱情少一点 比亲情又多一点 现在你对于林真一 应该就是这种情感 别爱情少 别亲情多 快点 方式 快点 快点 走 平坦 眼神 天 快点 还不错 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打了封报告 把出错的原因都解释清楚 你看看吧 没什么好争的 我已经说明白了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先出去吧 喂 老林 是这样啊 你们江车的那个订单呐 我和冯 我们赶了好几个晚上 终于干完了 你们得来验收啊 什么江车订单啊 就是李延峰给我们的那个订单呐 别电话里说了 你叫上李延峰 一起来一趟工作室 咱们也得聊聊费用问题了 没事 我把他发复了 你们说了 是这么高吗 对 答备我 你还能够把他 给你呢 就不可以 你的 你怎么还要 有这边 比如我 我 能不能想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很难想象 跟那时候的情况相比 现在的困难真不算什么 看到你外公的照片 就看到了他的一生啊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外公经常说 他是江车人 他要一辈子为中国的 轨道交通事业奉献 你外公做到了 中国轨道事业提送 那真不是一代人的事 那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那传承是什么 是设备 不是 是技术 不是 是精神和信仰 老师 建业来了 最近 江车做得不错 海外事业的路子是越高越好了 是 路子是宽了 问题也来了 这我还得跟您请教 我正好做了一副旗盘 好 来 咱们试试手 好 好 好 老师 您还会下国际象棋 我琢磨这弯 庆州下得比我好 你们两个说说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 有什么一同啊 要把这个储和汉剑拿开 那就是一个八成八的 风格棋盘 跟这个国际棋盘几乎一样 嗯 都说那是五岛 一样了 我都说不算你 你真的有什么 在这边 你真的有什么 有什么 你不能这样 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 熬了好几个晚上就给你赶出来了 也不跟你要加班费了 相信你也不会亏待我们的 是不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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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什么都干不好 是我承认 为了逃婚离家出走这事 特意幼稚 我知道 但我为什么呀 阿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玉 阿玉 又不是 我们开始听一下 我们松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我妈住院了 你们不是又骗我吧 我妈刚刚不还在晒她新买的包呢吗 行了 你甭劝我了 我肯定不回去 真有意思这帮人 三天两头编故事骗我回去有劲吗 那不走了吧 那就去吧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忙 有空呢 还得多去看看儿子 他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他跟妈都挺好的 我每个礼拜都会过去看他们 你那边还好吧 我这边赶工期 不和你聊了啊 我 妈 这么晚给您打电话 朝着您睡觉了吧 我没事 我就突然想起来 这礼拜一直忙忘了回去了 也没跟您说一声 喂 给您转了五千块钱 妈 妈 我下礼拜 下礼拜我肯定回去 回去看您跟颜光 妈 我挺好的 行吗 没别的事 您赶快休息吧 妈 我安 妈 我都饿了 干什么 你发现没 有人一直在盯着我们看哪 我都饿了 干什么啊 你发现没 有人一直在盯着我们看呢 我都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不喜欢这型的吗 你不是说说我们工厂的男生都太木讷了 一点都不愣吗 懂什么呀 像他这样多好呀多可爱呀 我跟你讲啊 有些男的就会跟你嬉皮笑脸的 真正碰着点什么事 他就细里糊涂地给你糊弄过去了 说些什么甜言蜜语的话哄你开心 我跟你说这种男的你可千万不能相信 是什么呀 像他这种多好呀 你知道吗 他就像那种不懂得拐弯的乖乖摇 这样才最真诚 最踏实 也是 是 你说 有的人吧 虽然话说得好听 可永远都不知道事情的重点在哪儿 你干嘛 干嘛呢 食堂在那边 干什么 跟你长得说 怎么办 然后 好 的 我们 的 优优 的 都是 我 很 来 向上延伸 去保持呼吸的平稳均匀 去感受整个身体的稳定 双腿的力度 将我们的意识来到 别练了 你是印度来的老师吗 这分明就是骗人的 你看你们在干什么 没想到一直说 要节约一切时间 来做有用事情的糖果博士 竟然还会去学瑜伽 没想到看家乡 个老故隆的人 也会否辞人 我去学静态瑜伽 是想通过静态瑜伽 让自己的神志集中 找到思维更加清晰的方式 这样我在研究 复杂科技的时候 就能提高工作效率 和工作能力 还能工作后让大脑休息 可是你去的那个瑜伽工作室 只会教你形体上的动作 他们是肩上 骗我说是印度归来的 瑜伽大师 专修静态瑜伽 结果就是拿崔美去糊弄我 我有一点想法 没错 你的确有过人的智慧 但这是老天赋予你的财富 但这是老天赋予你的财富 可你有没有想过 到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做出过一件 让你获得强烈满足感的事情 你看就像那位大妈 她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事情 来赚取养家糊口的钱 对她来说可能都已经淡然无味 越来越机械化了 反倒是她偶尔从顾客那里获得微笑 或者赞美的时候 我相信她当时的满足感一定非常强烈 甚至从那一刻起 她对生活 对人生 有了更强大的动力 所以我认为 你的材质 应该用在更加对的地方 我在江超等你 别人 你也很欣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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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年轻人敢拼敢打这个劲头 你就没点感触 感触 当然有感触了 我不是否认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是必由之路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自主研发好像对云莱项目的推进速度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谁也没办法确定时间 在哪个时间是最合适的 允许有失措的过程 摸着石头过河 兴趣就过去了 那万一要过不去怎么办 喂 我是李建业 兰西 乘铁驼轨轨 目前情况怎么样 情况比较紧急 请放心 我们江车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 是不是最早的那批兰恩西的事情 是 那个 下面说 您马上通知王总工 林真一 到会议室开会 我们马上就过去 严谨 出事了 陈铁脱轨 什么时候 在哪儿 兰恩西 国外啊 对 兰恩西的富士集团 富士集团 就是进口江车集团 机车的那个 对 年纪你看 网上的报道都已经出来了 富士集团就是从江车集团 进口的机车 准备一下 马上跟进报道 好 富 富 富 出事了 兰西的城鬼出事了 哎呀 哎呀 莱恩西的城铁机车 脱轨了 这网上都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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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来得分 多是呀 你得分担心 感谢观看